分隔马太边境的哥勒河近来水位下降 这不仅带来了环境问题 更为走私活动提供新的管道 不仅是非法香烟和酒精饮品的走势数量翻了两倍 还有越来越多人非法跨越河道进出我国 当局担心除了非法入境者之外 有一些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的人 会利用这个漏洞潜入我国 边境安全局的数据显示 马太边境的哥勒河水位 从二月份以来就不断消退 目前只剩下大约0到0.3米 以往每个月只有大约7到8人 会使用哥勒河非法潜入 但自从河水干河后 当局单单在上个月 就抓获了超过40名非法入境者 被捕的非法入境者主要来自泰国,越南,缅甸和柬埔寨 当局担心哥勒河将成为国安漏洞 甚至成为人口贩卖团伙的据点 当局承诺将加强巡逻 防堵非法活动继续蔓延